陈伯达传 作者 叶永烈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十天, 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各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就在全中国已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 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 他只是封闻这一举事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 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 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 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 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 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 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 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议员文将。 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 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 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 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 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 于是,王力变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 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一级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越霸大怒,斥责社论为大赌草。 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英式红旗总编辑陈伯达。 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官风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官风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 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 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 上书邓丽群同志并党中央要帮。 小平、彭真、乔木、克成同志。 王力写道,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 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 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 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 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 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 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做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 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 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 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 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 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为系统讲,更没有写过。 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 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 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 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 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 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么,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法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行。 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 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立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 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 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领域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立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 特别是王立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 只要不在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一级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 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 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 所以,王立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 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 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 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 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 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 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 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